全新男團選秀節目即將在9月要播出 今天記者會上小豬羅志祥 饒舌歌手樓俊碩分享擔任導師的感想 樓俊碩表示自己壓力大到每天都做噩夢 另外會上也公布了韓國導師陣容 包括了Super Junior銀賀以及FT Island的主唱李鴻基等 三二一 就到入巨型冰磚敲響男團選秀節目的開學中 誠如我們對於歌曲對於音樂對於流行文化 源源不絕的熱情 天空娛樂展現魄力 台韓跨海直播卡斯陣容超有誠意 包含Super Junior 利特 銀賀以及FT Island主唱李鴻基 大咖雷希不只選手緊張壓力大的還有他 我每天做噩夢耶 那飯店是不好 飯店不好是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從剛開始知道其他導師的時候 其實壓力就很大 後面知道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我憑什麼在這邊的那種感覺 短信導師樓俊碩給予選手加油鼓勵 嚴厲的部分交給他 我在第二集的時候有一度有蠻兇的 因為男生的話我覺得 還是要讓他們知道 其實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其實是很殘酷的 台韓娛樂圈強強聯手 大咖明星們夢幻聯動 但也因為語言上的困難 錄影過程馬金猝逼 我最開心的就是 我們在上一次錄製 我們終於聊天了 而且聊天不是用中文 也不是用英文 也不是用韓文 是用日文 真的 我在旁邊聽我說 怎麼開始講起日文了 很多次是導師們 討論得很糾結 討論了很久 幾乎都是會停下來 就是停拍的狀態 節目網絡世界各地選手參賽 邀請全民一起 引員打call 也將再為台灣娛樂圈 開創國際市場 記者蝦雄網聰明台北採訪報導